今年的加州總統選舉初選在半星期二進行 加州大約52個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7點至晚上8點 選民可掃描二維碼、查看附近的投票站信息 或者在當地選民信息指南的背面找到相關信息 此次初選 加州選民將為總統候選人投票 參與加州參議員競選活動 影響眾議院的控制權 並對涉及心理健康治療、城市交通規劃等方面的提案發表意見 並進行投票 此外 洛杉磯地區檢察官競選 和洛杉磯議會的競選等亦備受觸目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